张杰又摇路快本了,遗憾的是熊自棋,黄晓明的那期取消了。 张杰又摇路快本了,遗憾的是熊自棋,黄晓明的那期取消了。 2018年的张杰成了一对双胞胎千金的爸爸,身为人妇的他似乎更加拼命了,频频在各大综艺节目中亮相,诸如王牌对王牌,向往的生活,我想和你唱,放开我baby,拜托了冰箱等等,不过倒是这两年一直没有在快乐大本营露面。 就在大家猜测张杰是为了避嫌所以没有赏快乐大本营的时候,就有消息透露出来张杰将录制快乐大本营的消息了,时间就在5月25日。 话说,媳妇谢纳刚运后复出,张杰就来快乐大本营了哦,貌似这是张杰第17次录制快乐大本营了,出镜帅真高啊。 当然来自芒果票务代理MG的消息称,张杰录制的这一期,还会有与全等嘉宾参加。 张杰此次是带着他的音乐作品来的哦,遗憾可惜的是,原本5月24日录制的那一期暂时取消了。 这样一来真的让人有些失落,貌似5月24日的那一期的嘉宾是雄子齐,黄晓明,西梦瑶,周杰琼等人的,看来暂时要搁浅了呢。